不会吧 难道被 霸道总裁告白了 莫小姐 莫小姐 这些是我们方总监送给您的礼物 她觉得您设计的衣服 搭配了这些就更完美了 一定不行 别说了 莫姐 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你们在干嘛 你们是拿了隐形的录像机 来看我笑话吗 不是 莫小姐 你不要这么想 那我要怎么想 你们现在做的事情 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啊 这些全是方总监好心 没有什么不可理喻的啊 这些珠宝首饰 我觉得特别适合你设计的衣服 好 试一试吧 方总监 你这是对我好 还是在给我泼脏水啊 你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我当然是为你好了 你为我好 所以你今天带来这些 告诉所有人 你会给我走后门是吧 方总监 你对人好的方式 还真是别致啊 真不用这个意思 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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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过来干吗啊 我看看 卖珠宝啊 还拿束花过来的 你身为一个评委 过来找我们的设计师 私底下 知道沟通什么呀 聊一下作品 顺便来找一下我的小莫菲啊 方总监 别乱说了 别害羞嘛 这些东西你要是不喜欢啊 我再挑一些更好的 送到你家去 方总监 别客气 走了 等一下 你刚才说你过来找谁 有问题吗 我问你刚才说你过来找谁 找我的小莫菲 你是我投资节目的评委 她是我选出来的设计师 刚才送你上来的电梯 包括你现在脚下塞了 十五万三千八百平的明远大厦 这一切 都是属于我唐明轩的 我想请问你啊 方向远 这儿 有哪一个东西它是属于你的 你知不知道你之所以可以 在这个地方上三下调 那是因为有我的默许 如果没有我的点头 我告诉你 你连明远大厦的大门都进不来 我一直以为你的学识和才华啊 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现在这么看来 我也有看作养的时候 好认真啊 我花钱是请你们过来看戏的吗 莫菲 你跟我出来一下 来 我说你干嘛 你等我走 你干嘛 你放开我 上车了 我 我不 我说 神经病 来 我过去 你把你烧了 你管得好吗 老角 我让你离方笑语远一点 你为什么不听我呢 我什么时候离他近了 还有今天是他自己来的名字 你可以拒绝啊 就是因为他是你们的评委 他就可以跟你胡闹吗 什么叫跟我胡闹 你哪只眼睛没有看到我才拒绝他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吗 我怎么了 那么不给别人留面子 今天在那里面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你们两个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每次见面你们都不是很友好 如果有什么误会 大家可以把话说开 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 就不劳你操心了 我现在今天想要跟你探讨的 是我跟你之间的问题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我不讲理 你有认真听过我讲话吗 我每日每夜都在认真听你讲话 你可不可以在意一下我的感受 你什么时候每日每夜都在听我讲话 没有吗 是谁听说你第二天要去苏州 他抛下了所有的行程去找你 是谁在车站门口等了你一个多小时 是谁在车站门口等了你一个多小时 就因为担心你找不到车 我说我 是太阳指引他方向 你在他地方 会瞬间变晴朗 既然都已经说到这儿了 这不再会让你多知道一点 这不再会让你多知道一点 你留下的花 我不再度日如年 他为小模样 我不再失眠到成功出现 像天空暖霞 因为外面的天气已经间接转软 这歌词你熟吗 这歌词你熟吗 所以 你 你就是那个天转 可笑吗 就熟了 妈呀 我长粉了 新来的粉丝你好 这里是小菲菲 又 律师函 其实我让你离房孝宇远一点 不是因为我在意 其他男人接触你追求你 而因为我比你更了解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天 我不希望你这才上海 你以后结束了以后呢 在赛场上会等一下 我会让阳光接你 让他送你回家 不用 不用 阳光他也挺多事的 我觉得我已经跟你表达得很清楚了 听不懂吗 我 我问唐总今天有点事 然后就是形成突然改了 不会吧 我难道被唐总裁告白了